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近中国正在和联合国共同举办简贫和南南合作的高级别会议 这个会它的特点是简贫和南南合作 这就奇怪了 那么一个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 也最喜欢剥削自己人民的这么一个独裁政权 居然也被联合国请来举办它的简贫会议 我想联合国在这个时候扮演的角色 让人看起来有点不太光彩 而且南南合作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中共的一个提法 因为中共认为 它说世界上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都位于南半球 大部分的发达国家都位于北半球 那中共认为南半球这些国家就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 所以说它称为南南合作 这是中共的一个论调 那么其实大家呢 等到您听明白了我给您讲的这个南南的这个概念之后 其实您就理解中共的这个提法不太合理 世界上很多的发达国家也位于南半球啊 而且世界上很多很多的发展中国家也位于北半球 就这一点而言 其实这个南南合作的这个提法本身也是有详次的 另外呢就是中共的意思非常明确呢 就是说南南合作呢 是中共在上个世纪六十七十年代的时候已经提到的一个啊 中共似乎还对于那些啊 黑人兄弟把中共抬进联合国1971年的这个联合国2758号决议呢 似乎还有一些怀念之情 这其实就是在届第75届联合国大会之际 来为中共呢在联合国这种非法霸占中华民国地位的这种流氓行径呢 进行洗地进行一个洗白 但中共的目的能不能达到呢 其实世人现在看的都非常清楚了 减贫合作在中国彻底破产 南南合作在中共呢 利用一带一路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得不到什么响应 所以说内外交困让中共现在无路可走四面楚歌 这就是现在中共啊 举办这个南南合作国际高峰论坛的一个天下最大的笑话 中共啊在九月底的时候高调举行了他的新疆工作的会议 这里边呢习近平啊咄咄逼人的提出了这么对于新疆啊 对于这个突厥义穆斯林的这样的几个让人听起来毛骨悚然的几个论调 一个叫什么依法治疆团结建疆 文化润疆长期建疆 这个依法治疆啊说白了就是把中共那套国家恐怖主义的做法搬到新疆里边去 中共的法究竟是干什么的呢 就是把中国共产党镇压人民用枪杆子对付手无寸铁老百姓和示威群众和那些和平请愿者 这样的一个做法写到他的法律当中去 是知合法化 这就是中共之法 这无疑是一个恶法 所以说呢这个依法治疆就是对广大突厥义穆斯林的一个赤裸裸的恐吓 团结建疆说白了 就是呢让新疆各个民族放弃自己的文化生活 放弃他们本民族的文字和宗教信仰 哎他们要去干什么呢 要去膜拜习近平 这就是中共的这个说法 也就是说在新疆你如果不膜拜习近平 不说共产党好的话 那你就是不团结 中共的这个逻辑听起来是多么的荒诞可笑呢 长期建疆文化润疆就更不用说了 说白了把突厥义穆斯林的信仰 在中共的铁蹄之下彻底给泯灭掉 而且呢这种泯灭还必须是长期的 永远要持续下去 中共啊看来只要存在一天 就没有新疆人的好啊 中共的这个中办和国办呢 最近印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 就是加快推进媒体的深度融合这个问题 这里边呢中共要求各个媒体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说白了这个说法的就是让各个媒体呢 要在发稿之前呢要审查一下自己的言论 加强呢中共对于各个媒体的言论把控 也就是说你想发稿子没问题 但是你要看到啊 要让各个媒体自己去掂量一下 这是不是党国喜欢的文字 也就是说中共呢运用这个政治方向 这个四个字要求各个媒体之间再一次的重申他们信党的这个所谓宗旨 另外呢中共的要求啊 说这个各个媒体之间的管得住才是应道理 说白了就是各个媒体的总编辑啊资深的记者啊 祝各个地方的评论员要怎么样 要真正的能够听党的话 要能够呢为中共呢唱赞歌 要说中共喜欢的话 而且要按照新华社的通稿去发文 这是中共在这里边管得住这三个字 传递给外界的一个信号 而且中共呢还要求各个媒体要占领啊 新兴的传播阵地 说白了 这个新兴传播阵地啊 就是让中国人呢大脑里边 唯一剩下的那一点的空白呢 彻底的被党文化所占据 让中共的这个洗脑之术啊 渗透到中国人每天生活的方方面面 让您一天24小时 一个小时3600秒 哪一刻都离不开党的宣传 中共的这个宣传呢 可以说无刻不在的 在中国人生活当中的大街小巷各个方面 说实在的就是中共的意思非常明确 中共自己承认自己在说谎 不要紧 谎言只要重复一千遍就变成了事实 这是中共的一个逻辑 它要让中国人呢明白 中共可以在中国人的生活当中 重复上千遍万遍 让中国人接受他的这种荒唐的逻辑 好的 今天的新闻评点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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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